而有感于0403大地震重创了花莲观光 知名的网红EKU老师团队和花莲市公所 攜手举办了合计日本传统艺能饗宴 市长魏佳燕感谢日本团队对花莲的支持 也期盼透过这次活动 花莲市民可以深入感受日本传统艺能的魅力 同时也沉浸在台日文化交流互动的感动 更希望未来有很多的活动都可以在花莲举办 让花莲可以越来越好 星期天下午花莲文创园区充满浓浓的日本风 正是知名网红EKU老师团队为了振兴花莲观光 和花莲市公所共同举办的合计日本传统艺能饗宴 首先由三宝会奏留台湾带来太古演出 响亮的鼓声为活动揭开序幕 日本知名的疯狂自体家真身上信也现场挥豪 在两个大板子上写下了花莲加油 希望能够为花莲打气 市长卫家宴特别感谢来自日本的友情和温暖 我要特别谢谢伊古老师 那我想暑假的尾声我们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也希望有更多外线市的好朋友们一同来到花莲旅游 那我想我也要特别谢谢我们今天所有的 不管是我们三宝会 那奏留台湾 那巴德利 以及我们回南进 以及以及我们深山上信老师 以及我们所有所有来到花莲 然后表演这场活动的好朋友们 大家再给他们一次掌声好不好 我想未来花莲不只可以举有更多的一个观光的场景 我们可以办更多的台日的这个文化祭 那也希望说下半年度我们跟圣钢市 那花莲县政府这边有我们圣钢山车的这个祭典 也邀请我们所有外线市的好朋友 在11月的时候来到花莲旅游 那在此也跟大家报告后 前两天我们有来自日本的 有80几位全国的所有青年议员 来到花莲消费 我想台日深化 我们势在必行 我们会全力的来打造更多不同的文化 舞台上精彩的表演轮班上阵 有来自日本的和太鼓团队 日本诗子舞 还有三位现演奏 活动这边还设置了30个摊位 让民众不仅有表演可以看 还有好吃好喝好买的摊位可以逛 大小朋友在这里度过愉快的假日时光 市长威嘉燕也期待 未来有更多精彩活动在花莲举办 吸引观光人潮 让花莲振兴起来 借理会欢迎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